老大用過了超過20種的蛋斑產品 現在把我心目中前三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已經用完三瓶了 重點是一瓶三百多塊 爽個爽 Yo大家好 我是七七老大 我的Facebook信箱裡 充斥著各種的訊息 全是你們傳給我的 我的老公好像有小三了 怎麼辦 我家的狗昨天有嘔吐了 是不是感冒了 我想念清大 但是數學只考八分怎麼辦 哎呀真的太多太多的問題 但其中收到最多的訊息就是 老大整天都被問 我的豆八豆斑怎麼辦 因為這不是隨便三言兩語就可以講完的 所以老大先在這邊拍給你們 來我們一起看一下青春豆八 最多人問的問題 來一到底你是豆八還是豆斑 首先你必須好好的去區分 因為他們兩個 有不同的形成原因 也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如果你的皮膚長了豆豆 它就會引起發炎反應 如果深度它沒有傷到 真皮層的層次 通常它就會去留下 色素沉澱的豆斑 而這種豆斑它又有兩種 一種是發炎產生的黑色素沉澱 另外一種是你微血管破裂的時候 產生的一種鐵的沉積 如果你的豆豆發炎的傷口 已經傷及到真皮層的話 它就會形成凹凸起伏坑坑洞洞的豆疤 來第二件事情 青春豆可不可以擠 很多人說青春豆不能擠 也有人說青春豆要擠才好得快 牙齒住了 蘿蔔爛了 孩子懷了 都是因為太晚出來 但是你挺相信我 青春豆的農 你不要害怕太晚出來 有時候你的豆豆 腫起來只是因為發炎 它根本還沒有化膿 你用暴力式的方法硬把它擠破 還覺得很療癒 這樣超級容易使皮膚受傷 流疤 或者很多人愛用指甲去摳 豆豆摸來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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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的要死 這樣一下就感染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擠 請去專業的醫院或者是美容院 讓它用針頭幫你挑 不要自己擠 比較安全 來第三個疑問是 我明明沒擠啊 為什麼我還是出現豆疤 你的豆豆如果沒有擠 但是皮膚還是反覆出現 慢性的發炎 都可能會出現色素沉澱的豆瓣 或者是使真皮層受傷 而留下豆疤 來第四個 我的豆疤痘印痘痕 要怎麼樣去改善 怎麼樣淡化呢 豆瓣它一開始 它是紅色的色素沉澱 隨著時間 它會慢慢的去變成暗紅 變成黑色 如果你的發炎越嚴重 你的色素沉澱會越多 也會越難回復 剛剛講的 微血管破裂造成的鐵色素沉積 你不用太擔心 幾個禮拜就回復了 但是發炎造成的黑色素沉積 它就會拖比較久的時間 大概要幾個月 來囉 如果你想要豆瓣消的快 你要減少太陽的照射 並且做好防曬 因為紫外線它會讓新生的皮膚 還快速的黑色素沉澱 再來 要去補充 維生素C 它可以幫助 組織細胞膠原的形成 同時 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劑 它可以把黑色素還原 再來 如果你用對了保養品 它可以讓你 豆瓣淡化的速度 快一倍以上 老大用過了超過20種的淡瓣產品 現在把我心目中 前三名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第一個 牛老絲耳 它有一系列茶樹的產品 還是針對於 油性肌痘痘肌去使用的 其中第一個 這個 豆印美白寶 名字 爽 啪啪 但是確實非常強 水洋酸可以轉花角質 傳明酸 淡斑 抑制黑色素 針對豆印豆瓣改善的效果很好 我自己已經用完三瓶了 重點是 一瓶三百多塊 爽 爽 爽 來第二個 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中價位的 維茲 原生白急效 淨斑精華 這支 原本老大不知道的 但是我聽他的口號 一哭二鬧 山上優雅 不對 一段二進三排黑 聽起來有沒有很屌 所以 我有去看了他的 臨床的報告書 縮小斑點範圍 提亮肌膚程度 所以 買回來給當時的女朋友用 後來他跑了 但沒關係 就變成我自己用 真的用了之後 儀式成主顧 這一支的特點 他就是淡斑之外 用了之後 皮膚還會很有光澤 一支1600還1800還可以買 買第三款 高價位的 日本大牌 SK2 超級陰鑽光 淨白精華 大家都念得出來的PITERA 但沒有人知道成分是什麼 他確實可以抑制黑色素 改善暗塵 他不只可以淡斑 還可以整臉的去美白 但用這支 你不能心急 我用的前一個月沒感覺到什麼效果 心裡還咒罵了幾聲 但是 確實用了半瓶之後 還進展神速 不只是 鬥斑鬥硬 膚色不均的問題 也改善很多 一瓶四千多塊 貴傷傷 但是 我告訴你 懶叫捏著 也給他買下去 啊 女生沒有是不是 一樣跟 鄰居借 再來就是說到 無論你外用什麼樣子的產品 如果你都能夠加上內調的話 它的效果就會更好 一些豆瓣 黑色素沉澱 很難消除 在傳統醫學上認為 它就是 氣質血淤 如果你能夠確實的做到 調氣 梳乾 活血的話 這些瓣就會消得非常的快 來 無瑕淡斑茶 推薦給大家 這個我自己取的 想說剛剛那一些產品都取這麼厲害的名字 我也跟他拼了 比較有power 來當歸5克 黃旗5克 大澡2克 生地2克 赤嫂2克 枸杞2克 直接加500cc的熱水 去悶泡20分鐘 就可以喝了 一天喝一杯 你會發現 喝下去之後 讓你的保養 事半功倍 無論是蛋斑提亮 改善膚色不均 它效果都會非常好 再來第五個問題 豆瓣 要怎麼治療 剛剛講的 豆瓣 它可以自然的隨時間 吞去 那豆瓣呢 來我告訴你 豆瓣它留下的痕跡 它無法自然的撫平 你比較深的豆瓣 可以用外科手術去切除去縫合 或者是用雷射的方式 很多次的去治療 或者是用磨皮的方式 讓你的凹痕不明顯 找針 飛縮 都有人用 甚至是 你可以 應急性的在你的凹痕注射 玻尿酸填充改善 總而言之就是 當你真皮層受傷之後的凹凸不平豆瓣 它很難去用保養品或中藥來改善 必須要用醫美的方式 要是有哪一家醫美想要邀請我進去 還拍給大家看 到時候再深入的講給你們聽 能夠的話 趕快利用 保養內調 或者是醫美的方式改善 但是 其實也不是非得一定要弄 你看 郭台銘有豆瓣 他不是一樣很瞎趴 想辦法讓自己夠強大 強大到讓別人閉嘴的那天 你想要 橫著走 跳著走 都不會有人敢笑你 有時候 心裡的強悍 比外表 更重要